現在進行宣誓 議會開羅 又激進主張的議員 一宣示就激起千層浪 特首禁止不了兩人宣誓 禁止派議員就離場游會 依然不能宣誓 如果我認為沒錯的話 很難想像這兩位人士 會正式成為立法會議員 為了所謂要打擊 這種不正確的港獨思想 我們要不惜一切代價 甚至可能損害香港 一些很重要的制度資產 歡迎收看新聞透視 立法會開羅宣誓演變成政治風波 青年新政兩個議員在宣誓的時候 用了疑似粗口和辱華的字眼 以來社會很大反響 本來星期三他們會再宣誓 但星期二晚 特首梁振英就透過律政司 向高院申請司法覆核 和臨時禁制令 禁止兩個人宣誓 法院立批准在11月3日 司法覆核聆訊 但就不批禁制令 不過到了第二天 建制派議員就離場 令到兩個人輸不了誓 政治劇目一幕接一幕 怎麼收貨呢 中修中大家看到 這裡就會是一個 我們平時開會的地方 搞定完之後 就會是我們一個開會的地方 這個是青年新政 兩個議員的聯合辦事處 採用開放式設計 議員和助理排排座 青年新政主張中港區隔 楊宋恆說選民投票支持他 就是希望立法會內有他們的聲音 他說會利用議員身份 把握機會講解他們的主張 宣傳啊 討論啊 你叫做什麼都好 因為當你是一個議員的時候 代表著很明顯的手 大家又會 看在這件事的份上 他會去找你 就用這個身份 去講一些你認為對的東西 他在第一次開會前兩天 與顧問本土民主前線的黃台雅 商量如何在宣誓時突出他們的主張 拿著支旗 攬著起身 披著起身 就是會寫著香港不是中國 字面是完全正確的 是的 我都想不到有理由他禁止的 因為我原本我都想過是香港是中國 但是我想你是一件T的 是 梁宋恆說 立法會議員的誓言是宣誓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擁護基本法 這些都和他們的訴求有矛盾 但他們的底線是成功就任 選舉的時候 都有記者問我這個問題 我的回應就是說 我現在被人打劫 有個拆佬 用一支槍指著我的頭 要我宣誓才可以走 你宣不宣誓 我沒有實算 出事提升 梁宋恆為宣誓做好準備 很簡單 一個棋佈這樣 兄弟幫我準備了那些 細緻的版本也都在上面 其實我告訴香港人 就是投票選我出來的那個 是你們 根據立法會議事規則 議員梅宣誓就任 不得參與立法會會議或表決 我 我是Claudia Mo 我注意到你宣誓的時候 展示有關香港 is not China 的標語 令我有合理的懷疑你是不是了解 在立法會誓言 你這樣做我是沒有權為你監獄的 請你先回座位 我會請下一位議員 同屬青年新政的尤惠貞 在宣誓時加入Hong Kong Nation 香港民族的字眼 立法會秘書長說無權為他監視後 尤惠貞讀回法定誓言 但讀到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時候 三次說了疑似粗口 和有辱華異味的字眼 宣誓也沒完成 這個決定引來非建制派議員不滿 請下一位議員宣誓 陳王秘書長問你一句 他們三位到底能不能夠參與 跟著下來的主席選舉 我們先暫停一會 立法會議員宣誓過去也發生過爭議 2004年 梁國雄就用斷斷續續的方式 宣讀誓言 這次宣誓引起訴訟 結果法庭裁決必須符合 法律規定的方式和刑事宣誓 又像上一屆的黃玉明 就沒有全部讀出法律定名的誓言 結果他的宣誓被裁定無效 但主席容許他重新宣誓 為什麼這次和之前的處理不同呢 整體的政治氣候 如果你看回四年前 那個中國矛盾的氣氛 其實基本上可能是一個 萌芽的階段 更加沒有港獨的思潮的國系 但是今天的香港 有關方面的判斷可能會不同 這個是一個勢頭 我要認真處理 到一個時候是很關鍵的 我一定要著手去處理 這幾年來的發展 就是中央出手處理 這個行政長官普選辦法的問題 中央贊同禁止某些人士 特別是港獨分子 參與立法會選舉 你可以看到整個過程就是 中央對這個《基本法》在香港實施 越來越從一個所謂嚴格 或者嚴肅 或者嚴厲的地方來處理 立法會這個宣誓事件 其實就反映出中央有了一個新的態度 青年新政兩個議員的誓言 用了辱華的字眼 社會反彈逐步呈現 剛才將中國和中國 有人說你們俗語化 這個字用你們如何 我家鄉鴨利州的英文是這樣 聽到有兩位議員 用這種方法的宣誓 都會是感到很痛心和很失望 用了一些很大有侮辱性 是傷害個人感情的表述方法 有講粗口嗎 我們應該沒有 沒有講粗口 對 我們沒有講粗口 讀有沒有這些問題 如果大家覺得我英文太差 我會考慮一下用第二種語言 有教育團體進行意見調查 2600名教師和校長中 六成半認為兩人須向公眾道歉 近八成人認為兩人應該辭職 如果這樣都可以門天過海 這樣壓力州又可以沒有問題 這樣說自己發音不准 如果這樣都可以是賴皮的 都過關的話 我們不知道我們的學生 會受到什麼影響 支拿這些所謂的觀點 大家都知道 去到20世紀日本侵華以後 其實就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名詞 為什麼要一定用一些所謂 語不驚人死不憂的觀點 走去在立法會裡面去發表呢 身兼全國政協的劉兆佳說 近年內地民族情緒高漲 宣誓事件在內地民間 惹來強烈不滿 在這個情況下 中央不得不照顧內地人民的訴求 言論明顯地是要抵毀 或者侮辱中華民族 以及提出港獨主張的時候 這些主張 這些言論 遠遠過了中央的紅節 不知道他們究竟想達到什麼目標 或者後面有什麼人交路 這次兩位年輕人的做法 就諸一下彌天大禍 凡事我又沒有想到去這麼多步 我們現在就只能是見步行步 要去對應這一班 一直想置我們於死地的一班敵人 而盡量令到我們陣營 是一個比較好的位置 去迎接未來在政治上的挑戰 青年申政今次宣誓的動作 是世界上過火的 是引起一定程度上市民的反彈 亦給建制和政府一個機會去反擊 不過我們的特區政府 一如以往 總是採取一些不適當的動作 去處理這些政治的衝突 政府提出司法復合立法會主席的決定 即禁止梁宋恆和尤慧珍再宣誓 高等法院拒絕批出臨時禁制令 而司法復合就安排在下月3日審理 不過風波還沒平息 這星期三立法會第二次開會 原本安排五名上星期秘書長 無法監視的議員才宣誓 不過輪到梁宋恆宣誓時 建制派議員集體離場 主席我認為現在護議室裡面 是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 請你清點法定人數 我現在宣佈休會 結果立法會留會 三位議員未能重新宣誓 全國人大常委范徐立太也批評 兩人宣誓兒戲和沒承擔 用一種兒戲的態度 用一種沒有誠意沒有承擔的態度 而且出現有侮辱的成分 真是令人覺得 香港立法會議員的水平 為何會低落到這樣的程度 夠膽做就應該夠膽認 為何你們說了不夠膽認 今天這個情況未引證了 我們當時的做法 是一個大家對於這個字 可以有不同的解讀 又想拿到一個議席 亦都不想宣誓效忠 又想拿到一個議席 想拿到一個議席是必然的 否則我們不會參選 至於怎樣去為之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基本法 這個大家可以去討論 政府就宣示提出司法附和 是否可以解決問題呢 議會內不同的黨派意見不一 下一節再看 宣誓風波最終怎樣解決 目前仍然是未知之數 議會內不同派別的議員 對於宣誓的看法 對於爭議 是否應該要提交法庭審理 或者是人大釋法 都有不同的意見 內地和香港的矛盾 又可能升溫 羅冠聰議員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羅冠聰考慮了好一段時間 如何處理自己的誓言 他決定將部分字眼改變聲調來讀 結果過關 正式成為立法會議員 對於今年新政兩名議員 在宣誓中的措辭 他不肯評論是否有侮辱性 但表示他不會說 我個人就不會用這些字眼 關於這些字眼的使用 我們都要十分之小心 因為社會上對於這些字眼 都很具爭議性 還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甚至是批評 道不道歉 當然就是他們的選擇 也是他們對於選民 他們自己的一個要負的責任 而我也都認為就是 無論如何都好 這個政治的宣誓 或者政治的表態 是很常見的 也都不能夠因為這樣 去褫奪他們作為議員的資格 部署了半年的選舉 成功晉升立法會議員 這天回辦公室之前 羅冠聰早上要先上學 還好 十點鐘回到學校 其實都不算早了 立法會還會更早 議員要掌握社會脈搏 連車程上的時間也不浪費 如果很精神一點就要看書 每天都要看新聞 真的太快了 會報面 既是大四學生又是議員 羅冠聰要兩方兼顧 申請了延遲一年才畢業 羅冠聰認為議員宣誓的方式 應該有空間 政府現在是要打擊本土聲音 司法風格很明顯就是政府 它打算後過法庭去施壓壓力 就是放了法庭上台 很大力地打擊現在所謂 港獨的思潮 或者這些代表著 某一部分本土派聲音的人 轉入議會 這個絕對是一個政治的操作 他們不是這麼講 那些什麼自決港獨 我跟他們一定是南緣北切的 這個就無法認同的了 不過畢竟大家都是新人 白紙一張 那我又覺得 不應該排除任何機會 去大家開展溝通 這次立法會改選 是佔領行動後的第一次 也是首次有自覺本土的聲音入局 這些新面孔帶來新的想法 甚至主張勇武 部分政黨元老放棄連任的機會 有些就落選 有新人接班 周浩鼎屬於有政黨背景的 新世代 是明建聯的聲利軍 曾經留學英國 他說現在從政 跟他看見 英國國會的辯論氣氛有關 大家有時跟對方開一下玩笑 串一下兩句 你會感覺到整個議會的氣氛 就算是爭論一些東西 你不會覺得不舒服的 我覺得這件事就是 我認為應該值得學習 他曾參加今年2月的 新界東補選 在最後一場電視辯論中 忍不住掉下男兒淚 這裏七個人在賣刀 我希望大家都還可以做朋友 而不是一天來打我打你 香港不是這樣的 我是眼前的 所以有時碰到一些感觸的時候 真的自己可能會流淚 但當然我知道這個情況 我明白又未必這麼好 周浩鼎認為宣誓是一件莊嚴的事情 他批評青年新政兩個議員 在誓言中用了辱華字眼 但事後又不承認 想用各種藉口去掩飾 沒有人會相信他們這些藉口 這些只是我認為 它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為何你還要在中國的香港 這裡的立法會裡霸佔的議席 即是你又要收人工 但又要去講你那些 不知所謂的香港獨立 我覺得你這樣又吃又溺 我認為沒有骨氣 他們的解釋就是 可能是一些口音 這個我們不明白 我們也理解不了 所以我們也想不到 邝俊宇是民主黨的新梯隊 既是議員 又是作家的形象深入明清 他說有時候在咖啡館寫稿時 被市民認出 他卻會和市民開玩笑 有人來拍一拍你 你是不是邝俊宇這樣 我通常都會跟他們玩 我說我不是 很多人都說我像他的 有些人會覺得 可能我像一做政治人物 就會很高高在上 我不想這樣 我想是要感受到民間溫度 我是想繼續是能夠 可以很有親和的 跟市民去溝通互動 我們給一掌聲 Roy 這天寫完稿 他也為一個郵寄的 真文比賽做頒獎嘉賓 邝俊宇曾經公開表演跳街舞 又出版文章 希望為民主黨 開拓新的宣傳渠道 民主黨認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 邝俊宇宣示 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 他說不認同青年新政兩個議員 宣示時的做法 但這是立法會內的事物 應有立法會的機制處理 政府不應該申請司法復合和禁制令 當立法會主席批准了 他們能夠再宣誓的時間 他們沒有理由不可以再宣誓的 所以未來的時間 我們要更加強地監察 尤其是這一次 是有一種三權分立的一個挑戰 竟然有人走去法院申請禁制令 禁制的主席 不可以再給他們宣誓 對我這個申請來說 我覺得非以所思 申立司法復合的法官歐慶祥指出 案件的爭議點是 梁宋恆和尤惠真在宣誓時 是否忽略或拒絕 按法律所規定的方式去宣誓 以至此行為 令他們的議員資格被取消 因此立法會主席 無權再為他們監視 有學者認為 政府申請司法復合和禁制令這樣做 無損三權分立 其實主席是沒有權 決定議員是否喪失了他的資格 因為主席只是有權 執行立法會議事規則 但是議員是否喪失了資格 這不是立法會議事規則的條文 而是在宣誓及聲明條例 以及立法會條例第73條 所以主席其實是沒有權 這個決定是由法院作出的 相當不智的做法 在這個制度裏面 如果梁君彥是發覺 這幾個宣誓的時候 都是不符合要求的話 其實他可以有幾種選擇 而其中一個選擇是我不讓你再宣誓 實際上你已經遞奪了這個議員的資格 立法會本身有一個機制 存在去處理的問題 這完全是香港憲制架構所容許的 即是說行政機關、立法機關 都可以因為對方違反基本法 而向他提出控告 而由法律受理處理 這樣的做法實際上 已經是一種比較溫和的做法 現在行政機關 如果立法機關做了的事 違反基本法 就可以直接向中央政府 提出要求人類司法 只不過這樣做法 引發出來的衝突會感到大 劉兆佳估計 司法庫合審理時間虛時 中央政府還有其他方法 令整件事不至於拖延太久 適當時代中國政府表明態度 令到香港法院有法可以 有先例有權 全派必促 這個宣誓要人快針對 至於它用什麼法則來 來宣誓的立場呢 它會人類主動釋法 可以中央向特首發出指令 以這個投票去處理 這個所謂宣誓的問題 回歸以來 全國人大清後共四次釋法 香港法律界發起沉默遊行 表示憂慮香港的司法獨立 甚至高度自治受影響 一般意見認為 釋法越少越好 但宣誓風波卻帶來了釋法的擔憂 最壞的情況就是 明明香港能做得到的事 而你去提醒釋法 一國兩制原本是什麼 就是你不要搞我我不要搞你 現在開城門邀請別人來搞你 就是梁宣誓 就算他一早有也好 他就算是藉口 那藉口可能是你給他 這樣說我再跳前一步 例如在選舉的時候 有很多 那時是人大會釋法 你覺得你自己是否適合你 提請人大釋法的人 需要負上責任 那個不是梁宣誓 過去給我印象 就有一種義無反腐的決心 有關宣誓的司法覆核 排了期在下個月初審理 但立法會會議 下個星期三又要再開會 到時候青年新政的兩個議員 能不能夠宣誓 不同黨派的議員 如何應對 看來事件還會擾讓一段時間